老花一开箱好久不给大家做了啊 今天又是一个开箱 今天开箱的是一个小盘菩提 今天呢 边开箱边给大家捣捣如何养护 小盘菩提呢 这种呢 在南方是可以地摘 在北方的话呢 最好是作为一个盆栽 好在这话说老花一我养不好 养不好还是我这儿光水土气肥 总是拿捏不住 你像这个东西光照的话可以给一些 浇水这一块 你养任何花都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别老是天天想着浇水 天天浇水并不见得就长得好 然后呢买的这个花 一看那个打包的也是个新手 不应该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用这个袋子这种裹着 不过它是为了省心啊 为了省心和省钱啊 就随便一馋 价格还不便宜 三十多块钱 看样子我们家卖的还是便宜啊 小会 这一盆里边看的是好几颗 带果 被挤压的有点不好看了 一盆里边也是好几颗 用到的呢是椰康土 然后被挤的连个形都没了 要是让我给它打分的话 肯定是给个差评的 可能我们家的花也这样吧 当然我看一盆里边好几颗呀 我看能不能分出来两颗给花油啊 我看了一下不可以分 不可以分呢 但是我也得给它剪下来 我看到这个上面全是根 应该是可以插和 插和了以后给花油们做分享 这样才叫一个菩提树吗 一直跟花油还老是问我 老花一怎么做棒棒糖 做棒棒糖你得修剪啊 把下面这种给它修剪修剪 下面的不剪 上面的怎么长高 得腾地方 没有根的就不好活 这个有根的是可以活的 这个有根的可以活 没有根的这种就不一定好活了 这个也有根 这两个我们留着 养好了再送给他们 这两个这三个 那有的话我可以牵插吗 可以牵插 但是不一定能活 好了下来呢咱们入盆 所谓的一叶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说的就是它了 看到没 它菩提的后面它是有这种 不规则的黑点 看到没 它的正面是有点像星空一样的感觉 就是有这种斑斑点点 这就菩提树了 用到的呢还是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这个土呢那个茉莉没用上咱们就用这个吧 加入一些个底土 这个时候由于咱们动了根细了伤了根了就先别加底肥了 好多话我问什么时候加底肥什么时候不加底肥 你得看情况来 接着加土 不要埋得太深 有的话人也会说老花你这不埋就挺深的嘛 我埋得深啥啊 你看我在网上一滴露还有啥啊 对不对 就不深了 稍微压实一下这个土 只要能固定住你就没必要压特别实 打一杯水 往水里面稍微加一些生根液 因为这种伤了根是吧 稍微加点生根液 稍微加一点点的多菌磷 之所以加多菌磷是害怕它烂了根 因为伤了根了 大家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这边水还是要浇一透的 这个透水还是要浇一遍的 之后呢就正常的一个养护啊 这个果我估计是保不住了 好了别的没啥了 可以给一些个光照啊 但是像好多的话我在养护的时候呢 它总是喜欢那种强光的暴晒 植物跟人一样 你很猛的晒它也扛不住 就放在这差不多了 就这种光照就够了 适当折扬的光照 另外几个相同的方法入肆 让我们后期小哥给大家做演示 好了 这个小盘不敌呢 等我过两天长满根了 我就送给大家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评论分享 转个发 咱们会在这个点赞 评论分享 转发里边 随机通选花友送给你们 这个不要钱啊 就是快递费也是我出的 然后花友们给他打个分吧 价格是33 我觉得是有点贵 您觉得呢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长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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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